花蓮市立幼儿园为了提供孩子多元又安全的游戏场域 在园区内针对邮剧进行太旧换新工程 历经两个多月施工,去年底晚工验收 日前花蓮市长魏佳贤也在市立幼儿园园长李飞玲的陪同下 前往关心孩子使用状况,让校园充满欢笑声 市长魏佳贤在手背上放满地时 下一秒瞬间翻转一手抓起,手练技巧让市幼小朋友们警呼连连 这是花蓮市立幼儿园向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申请补助计划 在去年7月开始动工,历经两个多月 在年底取得合格验证报告的全新游戏场域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教育部给我们一些经费 然后再加上公所自己的预算,还有议员的一个建议款 让我们能够把市幼内部的一些硬体设施来做相关的改善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比较老旧的一个邮局 也经过这一次的态患之后 那符合到我们每一个孩子成长过程 必须要学习玩乐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也把这个安全系数做到最高 也做了相关的一个检验 那我们也配合到所有的一个孩子们的需求之外 那我们也跟民情的部分也有做相关幼儿设施的改善 那我们希望未来只要在花莲学习的孩子们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场域 然后安全的场域 让每一个孩子在玩耍过程里面是更安全的 花莲市立二元园长李飞玲表示 这次太旧换新的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除了是在中庭A区 真是适合中大班又生使用的大型安全邮局 并铺人工草皮及安全地垫 提高地面缓冲安全系数之外 在B区也进行全区扑面移除更新 在园区南侧空地 铺设环保历史 设置为历史游乐区 提供孩子们更多元完善 又兼具安全趣味的游戏场域 记者徐立琴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